我特别期待 因为我其实有一点点 不是害怕吧 但是有一些就是nervous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两年没上课 我还记不记得 就学习这些东西 虽然我没有在上课 但是我还是让脑子动一动 反正我一直都在写日记 或者写作文 然后到时候我也想出版书 所以这些我认为 也都是在锻炼脑子的一部分 我肯定是要学一些 怎么说international relation 就是国家乡世界联系 然后还有物理 好厉害 还有写作 因为这些就是 我三个最感兴趣的 一个就是搭桥 让不同的人 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联系 然后交流 所以这个是一个 现在对我来说 这个是通过滑雪 但是过时间以后 也看看能找一些其他方式 包括滑雪 然后第二个就是物理 因为我觉得星星和宇宙 是特别有意思 然后特别有趣 所以我一直就是在听这些讲 所以我希望就是学一学 然后这个对我的时候就是玩的学 不是当专业去做 然后第三个就是写作 因为我一直特别喜欢写 不只是自己的日记 但是我今年也出版了 我第一个在那个New York Times 一篇文章 然后我也看到 看见被很多网友们翻译成中文 然后现在在中国也能读到 所以这也是我很骄傲的一点 所以我也一直想学习写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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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